大家好 今天是纽约时间2024年5月7号星期二 这里是纽约2022年 ALEX 2024年4月26号 在中国河南郑州的游泳馆名字叫做 瑞宏游泳馆 有一名游泳教练 在训练水中憋气的时候 不慎溺亡 当时身旁的工作人员正在全程录像 竟然未能及时发现 十几分钟后 有一名顾客才发现不在劲 下水救人 由于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 这名年轻的男游泳教练 他永远定格在25岁 根据这个教练的姐姐介绍 当天的下午 他弟弟在工作的时候 是正在练习水下的憋气训练 正常人都知道 你憋气的话也就憋个几十秒吧 憋个一分钟已经不得了了 两分钟已经是高手了 这个弟弟憋气到了三分钟的时候 弟弟开始喝水 这个时候身体已经不受控制了 他开始拼命的做自救的动作 并且向岸边的工作人员求救 而这时候 岸边的工作人员只顾着录视频 对于他弟弟的求救根本就没有在意 直到这个弟弟游泳教练 彻底失去了知觉 沉入到水底 这时候 岸边的工作人员还在和其他的工作人员有说有笑 又过了几分钟 两名工作人员发现这名教练 但是他现在躺在水底没有动 他们这才知道出了事情 也许他们认为 你既然是游泳教练 你自然水性非常好 你在水底下估计也像是浪里白条张顺之类的 非常的信赖教练的游泳和潜水技能 直到他们意识到事情不对 依然没有在第一时间施救 直到有一个顾客走进来才发现不对劲 人怎么在水底下就不上来了 顾客才第一时间跳下去救人 两名工作人员 录视频的工作人员 看见了顾客下去救人之后 才知道 这个引以为傲的游泳教练真的出事情 这才跳下去跟着顾客一起去救人 这时候已经不是救人了 这时候就是捞人了 然后这个教练被捞起来后 其中一个工作人员打120 急救电话 这两名工作人员没有在第一时间对他采取急救措施 又过了十多分钟 急救车才赶到现场 然而这个教练自然已经错过了最佳抢教时间 最终不幸离世 我们每次都说如果当时岸边的工作人员 及时发现这个教练出了一些状况 他根本就不会有事情 理论上说作为游泳的专业人士 他本来就有无数次活下来的机会 但是游泳馆的工作人员没有抓住 在5月4号 逆亡的教练的姐姐说 锐红游泳馆的负责人也一直没有露面解决事情 这个是大事情 为了给他的弟弟讨公道 这个姐姐就把此事的全过程发到网上 力图引起广泛的关注 如果他接事的都是实情的话 一个游泳馆看着同事训练出事 作为同事兼工作人员 不立即采取紧急的施救措施 还在有心思在录像 情理上而言确实是非常冷漠 也许当时的情况判断有问题 我倾向于认为 拍视线上这个视频的人 他可能真的是认为游泳教练水性非常好 过于相信他的自救技能 理论上说 在游泳教练溺亡前已经没有任何反应的时候 挣扎几下 被岸边的工作人员依然没有发现 确实是有很大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游泳馆 因为游泳馆 按道理游泳馆都应该有24小时的救生员 就是在岸边监视 看游泳的人 顾客或者游泳者会不会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和反应 当然了 作为游泳馆的专业工作人员 连最起码的急救常识都不懂 也就说明了 这家游泳馆平时培训员工并不到位 最为专专业游泳教练到底是因为内因呢? 比如说他身体突然发生了状况 还是服用了不是当的药物 目前还在调查中 但是我只相信一件事 人们经常说 淹死的都是溃水的 是不是这个教练本人而言 他自己也是过于自信 甚至有卖弄的这种可能性 因为谁真的能在水下憋三分钟 外因当然是 这个游泳馆或者公司的管理是不善的 没有时刻监视泳池的救生员 没有安全意识 对游泳馆的工作人员进行急救培训 具体情况 当然要由警方得出结论 又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件事 这件事其实就是和将要来到的 巴黎的奥运会游泳有关的事 最近两个关键的美国运动员组织 致涵美国药物管控的主管 再次呼吁对这个据称 23名中国的游泳运动员违禁药物的检测 治涵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主任 拉乎尔古普塔 这个古普塔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的执行委员会成员 他的角色具有重要性 因为世界的反兴奋剂机构 他们的经费一半来自各国的政府 过去当美国觉得这个机构 没有履行自己的使命的时候 在历史上发生过 曾经拒绝付款支付经费 美国运动员在信中对这个古普塔说 作为运动员 我们必须信任由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来制定和执行标准 以确保公平竞争 并保护我们的权利 但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在23名中国运动员检测呈阳性后 未能遵守自己的规则和程序 破坏了这种信任 当然了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坚决否认 违反了任何规则 我们也不能够猜测 到底是不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和中国的机构有没有这些勾兑 这个机构说 中国的反兴奋剂当局裁决已经得出来了 在2021年1月 取自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样本 确认受到了污染 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并没有有效的方式来对这个裁决提出上诉 其中一些运动员竟然后来还参加了 当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就在上个礼拜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宣布 任命资深的瑞士检察官 埃里克·科蒂尔来审查这个机构 对这些案例的处理 不过这项决定也是受到了批评 一方面是因为这位检察官 他来自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和世界水上运动总部所在的州 也就是说没有避嫌 他们之间会不会有利益勾兑 相关的关系没人知道 但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批评者认为 审查的范围还是有限 当然这个古普塔的办公室 没有立刻回复美联社就运动员的信函 所提出的信求 游泳运动员的顾问理事会成员 包括了长期高调反对游泳运动中 使用兴奋剂行为的叫做利益勤 他是这个主要的带头的 就在4月26号 当时是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发布了 关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对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开展合规性评审的声明 他们负责给他这个解释说 就是在2021年游泳的时候 曲美琴的欧染事件发生之后 中国的反兴奋剂中心确实秉持了科学严谨客观的态度 第一时间全方位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 根据中国调查的结果 也就是美方正在质疑的结果 从中国取出的环境样板的检测结果 中国说有科学实验的结论 还有中国专家的意见 还结合了所有中国运动员 长期多次接受兴奋剂检查检测的相关证据 最终认定这些运动员的 曲美琴的阳性是他们在参加赛事期间 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入了 他们涉入了什么呢? 是说受到了这种药物污染的食物 导致了偶发性群体性的事件 因此判定所设的运动员在事件中均无过错 或者没有疏忽 决定不再对他们提起兴奋剂违规的指控 当然了美国的反兴奋剂机构 USADA,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德国电视一台,ARD 这些机构和媒体对于中国的反兴奋剂机构的声明表示不满 但是在我看来 整件事情就是一个不知所云 没头没尾 没有人真正的完整的写出公开这个事件的真相 也没有人提到它的细节 所有机构都三针齐口稀里糊涂 那么在今年巴黎的奥运会上 如果中国游泳队不出成绩 可能还行 不会有这么多的噪音 如果出成绩了 比如说得了几块金牌 拿了多少块银牌 其中参加比赛的一大批的队员 都是曾经被查出服药的 不管是他们当时是主动还是被动服药 或者是因为他们失了食物被污染 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就用话操理不操的语言来表述的话 实际上就是黄泥泊调护当里了 不是实也是实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分享 谢谢各位